我們今天來談一個主題 很要件就是美國政府的本地是軍事政府 其實你也應該不會怕 因為我們常在聽USNG 什麼是USNG現在就要給你看到 要給你看到什麼叫做USNG 我們一般的政府有兩個架構 一般就是民政府的架構 你們都沒有在戰爭的時候 如果這個國家都很安全很平衡 就是民政府時期 萬一發生大戰的時候 他就變成什麼軍事政府的性質 所以我們的政府 我們政府一般的民政府 我們常看到的都是民政府 但是現在全世界主要的國家在運轉 都是民政府的架構 但是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或情形 他會轉成軍政 也變成滾進戶 等一下我要舉這些例子 你永遠要記得 政府的本質永遠是軍事政府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類是 我們講一個實在話 你如果說我們所有人類都是天使 天使 天使就是不犯罪 你知道嗎 那叫做天使 天使就是都不會犯罪 不會犯罪 也絕對不墮落 永遠保持良善跟聖結的狀況 可以去天使 因為天使不用 因為天使不會犯罪 他沒有罪 那我問你啊 那你沒有罪 那你有需要警察嗎 你有需要法院嗎 你有需要司法嗎 因為你是天使 你所有東西自己都管得很好啊 所以你有需要人家幫你立法嗎 你剛好需要立法 你也變立法啊 你自己就好 你還有什麼 你還有需要什麼立法 對不對 那你有需要警察嗎 你有需要軍隊嗎 都不用啊 所以我們人類為什麼要有政府 因為我們人類在犯罪 人類有原罪 有罪性 所以我們需要政府來給你壓制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有行政立法 司法 我們為什麼要有警察 為什麼要有軍隊 因為人類會犯罪 所以最後這些問題 要這些出面來幫你解決 由軍隊來 由警察跟軍隊最後來幫你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你永遠要記得喔 一個政府最原始 他一定是軍事政府 最原始的政府就是軍政府 後來因為不用再打仗了 他才說啊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用人民喔 下去管理這個政府 才有民政 所以我們一般我們政府會有兩個架構 一個是民政府架構 一個是軍政府架構 一定從那裡發芽 一定從那裡發芽 全世界都一樣 不是說只有美國是這樣子 全世界都是由軍政府 然後再產生一個民政 全世界政府的發展史 你跟他翻開 一定從軍 軍事政府開始 然後再產生什麼 民政 先有軍的然後才有民的 我們先來講一個例子就好 在華盛頓時期 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我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有美國政府吧 那個時候有美國政府嗎 有行政 有立法 有司法 有美國憲法嗎 有美國法律嗎 我跟你說沒有 那個時候就是華盛頓帶領 美國人民就往前衝 然後要把英軍幹倒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美國憲法啊 也沒有美國法律啊 對不對 你要承認在華盛頓獨立戰爭的時候 他有美國憲法 他有美國法律嗎 那他靠的是什麼 兩個 他是靠 應該說三個啦 你來具體來分是三個啦 第一個是上帝 上帝 第二個是華盛頓的代理 上帝跟華盛頓 然後還有個什麼 we the people 我們人民 我們民兵 我們民兵 我們人民自願來當兵 我們要建立政府 有沒有 所以你看那個美國憲法打開 第一個 we the people we the people we the people 就在講這個啦 他媽的這政府是我們人民 他媽的拿槍幹起來的 槍桿子出政權啦 這毛澤東講的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有 實際上我們今天就談這個 那為什麼要用這樣子來建立政府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你人類有罪 那你需要從當中建立政府 就長成這樣子 我到現在啊 我都還沒有看過一個政府 是不用靠軍事武力 靠一張嘴巴就能夠建立起來 幾乎沒有 沒有 我告訴你 沒有 除非上帝的國 來臨的時候 我們才不用軍人 我們才不用軍事政府去建立 我們人民的政府 不然都是這樣子 人類自古以來 到了今天 仍然他沒有脫離的本質 就是軍事政府的本質 只要談到政府 就一定跟軍方有關係 就這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的政府 你的記憶 他有兩套架構 第一套是最典實也是必要的 就是軍政府 你把軍政府把整個都看亂完 把這個地方安全性的問題都解決之後才會產生民政 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先有軍政府才有民政府 你回到華盛頓時代你看就好 那個時候美國什麼都沒有 只有三個東西 上帝 因為他們都是基督教的上帝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他的領導者就是華盛頓 人民就希望他起來帶領 就是軍事領袖華盛頓 然後第三個就是那13州的人民 北美13州的人民 就是今天能講 We the people 我們人民 我們人民自願來當兵 然後我們推選華盛頓當我們的領袖 組織我們什麼 我們的政府 所以那就是美國聯邦政府的前身 所以美國聯邦政府的前身是什麼東西啊 軍政府 要建立他的國家打仗 你打贏的才是軍事政府 你打輸你就是叛軍 我跟你說 懂嗎 他實際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探討美國政府的本質 你就回到華盛頓時代要建立美國那個時期 你就知道什麼是軍事政府 那我問你 軍事政府裡面什麼東西最大 當著上帝最大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軍事長官 軍事長官的命令最大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子 他已經超越了美國的憲法 他已經超越了美國的法律 因為那個時候連美國憲法都沒有 那個軍事長官的嘴巴命令 你知道嗎 就是最高的法律 所以你說美國有沒有可能進入軍政府時期 非常有可能 但是他現在是民政府時期 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是民政府 不是軍人在主政 不是 是美國民政府 但是他有沒有可能轉成美國軍政府 有可能 有可能 他也曾經轉過軍政府 你現在獨立戰爭時期 那就是軍政府時期 還有 南北戰爭的時候 美國那時候分裂 南方跟北方在內 在內戰的時候 那就是軍政府時期 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也是軍政府時期 在軍政府時期的時候 只有一個問題 國家安全的問題 那個時候軍政府他可以下命令 他可以征兵 他可以對你們男人 所有男人都征兵 來 你18歲到40歲的成年男子 全部都要給我進來軍隊 然後你女孩子都給我進工場 沒有任何理由的 因為他是為了打仗打贏再說 先打贏了再說 那個就是軍政府時期 他已經跳躍所有的法律 那時候軍人說的算 你包含憲法他可以把它廢掉 我現在終止憲法 你知道嗎 我未來才可能要射新的憲法 怎麼樣那個未來再討論 但是他認為這一套體制可能有問題 如果是對外戰爭的話 他可能憲法還會再用 但是如果是內戰時期 憲法是停止的 你是帶來 他不用憲法 他用的是軍法 你就說回到華盛頓時期的時候 那在獨立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憲法嗎 不要開玩笑 那時候沒有美國憲法 也沒有美國法律 也沒有美國法律 華盛頓跟上帝就是最高的法律 上帝跟華盛頓就是最高的法律 就這樣子 也叫做We the people 知道嗎 We the people就這樣來 美國憲法開宗明義 他就講We the people 我們這個政府是由我們什麼 人民建立的 不是你這些政府這些觀點建立的 你要記得這個政府是由上帝 還有上帝所指派的領袖所建立的 跟那個以色列在建立他的國家一樣 他從埃及出埃及之後由摩西帶領 然後在曝野裡面流浪了40年 最後進迦南地 中間是不是都跟人家在打仗 那我問你那個時候有法律嗎 沒有 那個時候就靠摩西個人的領導能力 後來摩西使的他把權力留給他的繼承人約蘇亞 那約蘇亞帶領以色列人民繼續作戰 那個就是軍事政府 那個軍政府 那是軍事政府時期 就是打仗 直到這個地區他完全被征服整個安全都底定為止 才會結束軍事政府的時期進入民政 所以我們一般在談論政府的時候 那個本質的 我們會討論到政府的本質 軍政府 然後軍政府之後才有 民政府 他軍政府就是把這個地區都統一下 他統一 然後讓他安定下來 然後才會走入什麼 軍政府時期 然後才會走入什麼 所以我們一般會先走軍政時期 然後再走什麼 民政時期 也有可能雙軌並行 要看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談了 我們這個美國政府的本質是軍事政府 全球所有政府都是 本質都是軍事政府 不是說只有美國政府是這樣子 全世界政府都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探討四個主題 第一個 國家政府多數由軍人民兵建立 這個我舉一些案例 讓你看 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國家的建立都跟軍方有關 就是民兵不然就是軍人 然後 第二個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是專管式的軍事政府 美國軍 美國軍事政府 他在全球管了什麼事 我說管了好多事 我說 全球所有大大小小的戰爭 包括國家的內戰 我說幾乎都跟美國有關係 有一半以上 我們在近代這一百多年 幾乎只要有戰爭就想到美國 跟美國這個國家 他媽的全部都有關係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全部都有美國的事情 他也會派觀察 去一個國家裡面觀戰 做紀錄 他有時候覺得說 那我就雙方就賣他軍火 那他為什麼要賣軍火 第一個可以賺錢 我就發財一筆 反正你們有需要 然後第二個 他賣武器要幹嘛 測試 他這一批武器有什麼問題 他要試試看 那你怎麼試 非常簡單 你就便宜賣給雙方就好 你就賣給一方 他就幫你試了 你說這個飛彈性能怎麼樣 這個炮性能怎麼樣 這個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把他堆到戰場去試了 所以他會賣交戰雙方 雙方賣他們武器 那他為什麼賣他 實驗性質 到底這個武器 狀況是怎麼樣 他可以做改良 然後第二個順便 對不對 所以人家有需要就賣他一筆 你就削他一筆錢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是專管制的軍事政權 全球都在管 然後第三個 美國軍事政府極有可能於晉級清除內欧外患 最後一個就是美國軍事政府USMG將充滿亞太 好我們第一個來看 國家政府多數由軍人民兵建立 我們舉一些例子 古代至近代軍事武力一直是人類建立國家政府的實質根基 毛澤東說了一句人類政治的現實 槍桿子出政權 這是一個人類社會結構 現實的戰時現象 我們為什麼要有軍事政府 因為不穩定不安全 我們需要有一個腳跟可以站立的地方 所以我們需要打仗 我們需要鬥爭 我們要爭一片地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通常古代到現代全部都一樣 幾乎都是透過打 幾乎都透過打仗 然後占了地盤 然後在這一塊地板上面成立國家 幾乎 來 我們遠的就不講 我們就先講美國 其實其他的國家大概也都一樣 全部都一樣 我問你 北美以前是誰在住的 是今天的美國人在住嗎 不是 是印第安的 後來就有一批 美國人的祖先那批清調主 他就來到了北美十三州 那邊建立殖民地 後來他人數變多了之後 他跟誰騎 他跟誰騎衝突 跟印第安人 原住民印第安人起衝突 最後他那批美國的民兵 就把印第安人往內陸趕 然後美國這個國家一雷一大 然後美國這個國家就對印第安人做什麼 做併吞跟侵略 所以我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美國這個國家是不是槍桿子出政權 是啊 他是不是搶北美原住民的土地 你要承認是 那是搶的 你知道嗎 那就是軍事政府 所以軍事政府都帶有點土匪性 強盜性 但是我跟你說 你只要用軍事這種方式所建立的政權 時間一到他一定要被迫轉型 不然他自己一定倒台 為什麼 因為產生民怨 產生不正常 因為軍事政府他不是一個正常狀態下的政府 他是一個在國家有安全 人類有危機的時候 所成立的一個臨時的軍事政權 就是要搶一塊地出來 讓這個地方把它安定下 有一個可以站腳跟的地方 所以才有軍事政府 所以你如果說的軍事政府 外公都是在戰爭 不然就是在內憂外患 才有軍事政府 一般我們看到都是民政府 人民下去主政的叫做民政府 軍人下去主政的叫做軍政府 那你來看美國這個國家在建立的時候 它是不是跟印第安人搶土地 是不是天天都在打仗 都在打誰 都在打印第安人 那是民政府還是軍政府 那個沒有什麼法律科研 我就是把你消滅出 把你併存就把你趕走 那就是軍政府的性質 所以北美十三座那個時候 一開始在征服那些印第安人的時候 其實美國是一個軍政府的狀態 他整天都在打仗 然後都靠人民把它組 把它組織起來去搶土地 我們一百個民兵組一組 我們去把那個部落殲滅 那一片土地都我們的 那一片土地都我們的 不然就把他們趕走 這片土地都我們的 有沒有 那以前 美國人是不是幹的這件事情 幹很多沒有錯 所以他叫做槍桿子出政權 有沒有 那美國這個國家有沒有經歷過 槍桿子出政權時期 那就是軍政府時期 你要不信看美國是這樣子 美國這個國家是這樣 你說中國是不是這樣 中國這個國家也是一樣 他也是靠搶 靠殺 以前中國的戰爭 他為什麼那麼多 那個搶那個那個搶那個 再搶搶搶搶搶 搶來搶過去 那個是國家在建立的時候 通常的過程 那你在看聖經就好 你看那個摩西五界 你看那個摩西他們出埃及之後 進前南地 他們的後代進前南地 是不是天天在打打殺殺 那個是不是軍事政府的時期 沒有錯 那個就是軍事政府 所以毛澤東他講了一句話 我們人類 政治的現實是槍桿子出政權 是不是這樣子呢 你們自己去體會 你自己去看歷史 你包含美國這個國家的建立 是不是槍桿子 其實毛澤東他講了一句實話 我們人類就是槍桿子 他這個是人 他也會講實話 這是他的政治哲學 槍桿子出政權 是不是這樣子 是啦 這是一個現實 那我只能說毛澤東在這一點他講對 槍桿子出政權 我講的是現實的戰時現象 等我講這個不能夠永存 因為人類所造的東西都是腐敗的 他不是上帝 所以人類所造的東西沒有一樣會能夠長久 所以這個軍事政府 他所建立的政府他不會長久 他時間一到就出問題 最後就從內部分崩離析了 所以你看 由軍事武力所建立的政權不會長久 因為他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所以他只能維持一段期間而已 你在一段期間內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他就開始會衰衰衰衰 過去有很多軍事政府 沒有多久他就敗落 什麼原因因為他不正常 因為他人民必須要做煎熬 他懶得都要當兵 然後女的都要做很辛苦的工作 那整個社會都不正常 所以那個也不會持久 那人民最後會逃兵 他說你如果做兵那麼辛苦我不會做 做兵有在做那十年 你剩下的斯巴達 你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斯巴達這個國家 那就是一個軍事政府 那他最後他為什麼 最後整個瓦解 因為當兵太辛苦了 他會消耗他的資源 然後他這個族群沒有辦法壯大 越來越衰弱 所以那個斯巴達那個軍事政府最後是什麼 摔壯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不正常的政府 他整天都在找人家幹架 他一直殺我講 人家講的很好 你傷敵一萬至損三千 你就整天跟人家打打打 那你是不是越來越衰弱 對不對 那最後不是就滅亡了嗎 你人就越來越少 所以你就滅亡了 是不是 所以斯巴達怎麼滅亡 衰弱 因為他不是一個正常的政府 所以你整天都在軍事政府的狀況 你這個國家也不會差不多的 他只可以在一段期間 比如說五年十年大概最多是二十年 可以維持軍事政府狀況 如果再下去也受不了 所以為什麼要由軍事政府轉成民政府 原因就這樣子 因為他不長久 因為軍事政府是一個特殊架構 他不是一個正常架構 畢竟不能夠長遠 可是你要記得 我們人類一直在發生危機的 所以我們必須有時候 把我們的政府轉成軍事政府 由民政府轉成軍事政府下去主導 他叫這個什麼軍政時期 那軍政時期誰最大 軍事長官最大 他超過憲法 因為那時候憲法可能就是停 就是把他停下來 或是甚至把他廢除了 準備立心法 所以各位要非常的清楚 我們人類有一個架構 是軍事政府的架構 穩進戶的架構 但是那是個臨時的 他不會長久 所以要進入 你最終要和平穩定要進入什麼 民政府架構 可是一旦又危機內又外 他的問題一出現之後 你要轉軍政府 然後把問題解決完之後 再轉民政府 所以你給我們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有兩個本質 第一個最原始就是軍政府本質 然後第二個什麼 民政府 那我們一般看到都是民政府 你說美國今天什麼時期 民政府時期 所以現在這個美國政府實際上是美國民政府 你知道嗎 人民派代表出來主政 那是美國民政府時期 但是如果這個世界又不太平了 美國今天又內外患 非常嚴重 他有沒有可能轉軍政府時期 有可能 美國曾經在三個重要的時期 有過軍事政府時期 第一個是華盛頓獨立戰爭的時候 我們知道那是軍政府 上帝跟華盛頓最大 他們華盛頓所發布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法律 那時候沒有美國憲法 沒有美國法律 好 再來就是南北戰爭時期 那個時候憲法 那個時候已經有美國憲法了 也有美國法律了 不過那個時候美國總統可以宣佈說 憲法的適用半圍 甚至可以把憲法做什麼 跟他做停止 說我先停止憲法的實施 我要實施什麼 軍法 由我軍事法庭來命令這件事情 由軍事長官來做命令 那跟一般的憲法時期是不一樣的 憲政時期是不一樣的 那是軍人在領政 好 那我們再來談 從人類始祖犯罪墮落後 該引殺雅伯 羨慕 嫉妒恨 就主宰了人類的命運 撒旦 撒旦 借此原罪 原罪 就統治了人類世界 西方 根據人類的黑暗面 又將人的原罪 陳述為七種 這叫做七宗罪 你們應該都有聽過什麼叫做七宗罪 那七宗罪就是傲慢 嫉妒 嫉妒 羨慕 還有那些傲慢 嫉妒 憤怒 懒惰 貪婪 暴死 及受益 合稱七宗罪 這個我們常聽的 非常簡單 我們就講羨慕嫉妒恨 這個是人類最原始的罪 像 我就看有一些兄弟 那個爸爸都對弟弟特別好 然後哥哥就吃醋 那裡羨慕 一樣都是一對兄弟 比如說哥哥他比較會念書 都是念第一名 然後那個 弟弟就會有點嫉妒這樣子 為什麼 我們都是不公平 我們都是同一個父母生的 怎麼哥哥都拿第一名 我都讀一個對不對 阿薩布魯的 他每一次 只要說獎台一公佈的時候 我得獎的就是我哥哥 他會嫉妒啊 那你羨慕跟嫉妒會產生什麼 你得不著 你得不著之後就怎麼樣 你就恨 你就恨 得不著那個東西 或得不著那個人 比如說我看有很多男人去愛 你愛一個女人 你又愛不到 阿最後你就是什麼 羨慕嗎 嫉妒 最後你就恨 你就恨那個女人 你千萬不要這樣 那就中了魔鬼 你知道嗎 就詭計 那愛 我們愛不到 我們找別人就好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不一定要 執著在那個東西上面 那個人 那個東西 那得不著 代表我們沒有那條命 我們就認了 你知道嗎 旁邊忙會快走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千萬不要 我們不要勉強 這種東西 勉強是不會有幸福的 這個不是種田 你在那邊努力的種 那你收成就可能會好一點 沒有那一回事 愛情 感情這個東西是沒有理由 你知道嗎 那個不是你努力就有 很多東西 我們不是靠努力的 你說像我這種人 對不對 但我們得到我們什麼 其實那也不是靠我們努力 講說我們比較好運 沒有什麼 那都靠好運而已 那這個也不是比你 你努力就可以改變 你說你有一隻青蛙 我很努力努力學飛翔 那隻青蛙就會飛嗎 你要記得青蛙永遠是青蛙 它只會在職場那邊 挖挖挖挖 在那邊有水在那邊跳而已 那隻青蛙 所以青蛙再怎麼努力學習飛翔 它永遠不會飛 你要記得 那個這個一個人的天賦是一樣的 你一旦被上帝跟你做設定的時候 你沒有那個天賦那你就認了 他沒有那就沒有就算了 那個人不愛我們 我們愛不到他就算了 就這樣子 你講我們找 我們彼此匹配的 你要記得青蛙要找青蛙 你才會適配 你不要那個 一隻癩蛤蟆青蛙 你就想吃天蛙肉 你拜託啊 你好好你好好跟青蛙在一起 青蛙跟青蛙在一起 是很正常的嘛 兔子跟兔子在一起是很正常的嘛 對不對 然後天蛙跟天蛙在一起也很正常的啊 是不是 你就知道 但所有人類的物 所有物種就長成 什麼跟什麼就適合 我們人也是一樣 我們總會找到我們適合的地方 我們總會找到我們所愛的彼此 你知道意思嗎 千萬不要勉強在一個 你知道嗎 在這方面你也腦袋很直 你就問一下 我要跟你出去啊 你覺得我怎麼樣 人家覺得你好 你就約得出去了啊 人家說不好就算了 你知道意思嗎 沒有什麼嘛 不要恨嘛 沒有就沒有嘛 對不對 那代表我們原本就不適合嘛 你知道嗎 很多事情是這樣子 不要勉強 這種所謂羨慕基督恨那裡就不會有 看得開了 你知道嗎 相信相對 我們說一定有適合我們最好的 你看 適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不是看錢 不是林志玲最好啦 當然啦 你說林志玲看起來也不錯嘛 你說要做我們 比如說這樣 如果這樣是不錯 但是我說 天內不是對不對 不是每個人有那個運氣的啊 對不對 那個幸運的只有一個嘛 那你要記得天鵝總會跟天鵝在一起 像我們這個青蛙 你就找一隻青蛙好好過日子 你知道嗎 你這樣比較不辛苦 不要一隻青蛙齁 你整天想說啊 我努力一點 我就會跟天鵝一樣飛翔 不要傻了 認命啦 知道嗎 沒有腳趁不要吃那下油啊 沒有就沒有啦 對不對 我們在池塘裡面游泳什麼不好的 你跟他講到我不好的 青蛙在池塘裡面游泳有什麼錯 難道一隻青蛙在天空飛那會快樂嗎 所以你永遠要記得 我們要找到適合我們 來瞭解自己 我們適合什麼 我們能做什麼 不要羨慕基督恨 不要整天這樣 人家有什麼 你就羨慕人家什麼 你要記得你有什麼比較重要 你還有什麼 你擁有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 你適合什麼東西 那才是對你有點最重要 你不要眼光光的都只看別人的光 上線亮麗 對不對 你說台積電很好 年薪三百萬 那干我屁事 我又不會 你講意思嗎 你就不要羨慕基督恨 你說人家 我的朋友在台積電年薪五百萬 有啊我的朋友真的是三五百萬 那又怎麼樣 你又當不成 是不是 你不要羨慕 不要嫉妒 不要恨 可是我們人類就是有這一些問題 今天跟你講就是因為人類有這些 七宗罪有原罪 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才不正常 才有需要像軍事政府這些東西 把我們人類來要有政府 來做管轄 我們也曾經講了一個道理 我們如果所有人類沒有原罪都是天使 那基本上我們不要政府 因為政府裡面有什麼 第一個有警察 你要犯罪他就抓你 然後把你抓到哪裡去 對把你抓到法恩去審判 然後審完之後還有哪裡 送監獄交給什麼 檢獄長跟獄族管理 那個就是政府系統 所以政府系統裡面有很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在幹什麼 阻止犯罪 有沒有 像警察人員他就是在制止犯罪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軍人 軍人 軍人是在制止 只連警察都不能制止的犯罪 那是軍人的工作 所以軍人的工作在做什麼 都是為了國家安全 所以軍人都是為了國家安全 這個各位你們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那一個國家政府在建立的時候 通常代表什麼事情 那個地方沒有安全 沒有安全就沒有國家 對不對 你也同意吧 你一個地方如果整天在打打殺的時候沒有安全 那你覺得這個國家還有可能存在嗎 可以叫做亡國 所以你整天都在打仗的國家 那個地方就沒有安全 那就會 就不會有國家的存在 那你要建立國家的時候 你要消滅外來的敵人 或是自己內部的敵人 對不對 那你國家才會取得什麼 取得安全 可以叫做國家安全 可以叫做國家安全 所以你只要談到國家安全 就要死人 一定要死人 死人不好嗎 我講 死人未必好也未必不好 你要看死的人是什麼 你如果是那些作奸 貫科的強盜去死 那其實 你死的是強盜 不是死人 強盜死的大家都 普天同慶 一個詐騙集團如果死了 你有什麼好悲哀的 詐騙集團 不來死就應該 你一批強盜死了 應不應該 人家覺得罪有應得 所以你要看死的人是什麼人 這個人該不該死 你如果像強盜 這種詐騙集團 你死死也好 對不對 你就老那些人 假了米的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一個好人 一個 無辜人 還有我們的親人 這種狀況 他受到 危險 我們是不是要保護他 對不對 你如果說這種人死了 我們就覺得 會死一個好人 我們就傷心難過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死的人是什麼 你如果整天在那邊坐监辦歌 像蔣介石那個混蛋 早點死一死 你知道意思嗎 不要危害人間 對不對 那就普天同慶 你看你們都哭成那個樣子 蔣介石這個魔王死的時候 我聽說整個台灣在那愛賣靠母 在那愛賣靠母 我還分一個獸桃 聽說還分一個獸桃 我沒有見過 我聽說我咕咕他們就有 一人分一隻手頭 這個壞人終於死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看死人是什麼人 所以死人不一定不好 死的是強盜就很好 但是我們要講 因為有這個原罪的關係 我們人類就從來 我要說你要記得我們人類是沒有太平 在這個人世間是不會有絕對的太平 只會有穩定 什麼叫穩定呢 看起來相安無事 那就是很好 就是穩定 看起來相安無事 那就是穩定 但是有沒有說到完美都是太平 其實一些小小的紛爭都還會有 那個都很正常 比如說意見不合 講話不投機 這個其實都不是完美 因為這裡不是天堂 所以沒有那個完美的事情 在我們人間是沒有絕對完美的事情 但是有穩定有和平 有相對的穩定 像我們台灣現在這樣子 其實是人類裡面有相對的穩定時期 雖然有很多內部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的多 但是照人類的歷史來看的時候 還算平和 還算平和時期 還算穩定的時期 但是他有他的問題 但是這個東西你可以去做比較 但是我們要證明 我們這個世間不是天堂 所以我們需要有政府 有沒有我們一直在談我們要有政府 然後自主這些罪惡 那由於世界的王撒旦 統治世界人類 人類兄弟之間的殺法相殘 就從未停止過 所以我們為什麼還有政府 代表我們的原罪還沒有處 我們不是天使 我剛剛我就講了 如果我們所有人都是天使 我們所有人都不會做間飯科 我們每個人做的都是善 沒有去做些不好的事情 那我們需要政府嗎 不用了嗎 我們大家都天使啊 天使不需要政府的 上帝有需要政府管他嗎 不用 所以上帝不用政府 因為上帝是完美的 所以他不需要政府啊 所以只有我們人類需要政府 人類只要有政府 我跟你講 代表人在管理 代表你是不善的 因為你是罪的 你知道嗎 你只要還有人類 只要還有政府在代表就是有罪的 我們需要把那些罪犯把它抓掉 從我們人類中把它把它把它剷除 甚至政府自己都是罪犯的時候怎麼辦 今天美國遇到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他的政府變成罪犯 當然是一部分啊 我不是說所有的所有的全部都是罪犯 有一部分的美國政府已經變罪犯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政府的原因啊 我們為什麼要民政府 為什麼要軍事政府的原因啊 如果這個問題民政府可以處理 你知道意思嗎 那就民政府來處理啊 你連民政府都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什麼東西要去出來處理 軍政府要出來處理 所以我告訴你 美國現在有可能從民政府要轉到軍政府 一段時期 有沒有可能 其實美國這個國家 我相信他都有這個戶案 隨時有那個準備要轉成軍事政府 那美國這個經驗有 我們等一下會提 就是軍政府 他美國這個國家 他曾經有好幾次 大概有三次 他轉型過軍政府 但是他轉型過軍政府之後 這個問題一解決之後 他就轉成民政府 因為軍政府 大家過得都很難過 所有人都在痛苦當中 因為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才要軍政府 所以軍政府的狀況 人秉會承受很大的痛苦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長久 你如果軍政府 你如果軍政府 時期一場 人秉會受不了 這個軍政府他自己也會瓦解 所以軍政府是一個特殊時期 他不能夠長久存在 他是只能夠變成一個像一個預備 就像一個男人 他不可能24小時都在生氣 他最多只能生氣大概一個小時 等他荷爾蒙都發揮完 等他所有的氣力都用完 他也就沒了 所以你要知道 軍事政府他不能夠持久 他大概可能在5年10年 最多不會超過20年 他就必須要轉結 如果問題一解決 最好就馬上回到原本的民政府 民政府才是正常時期的政府 但是不管是民政府還是軍政府 外共多多少少都還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人類不是天使 只要有人就有是非 你要記得只要有人就有是非 多多少少大跟小 可不可以解決這樣子 所以當人類之間有真正的太平嗎 沒有 你要記得你只要身為人類 就一定有是非 那你就認了吧 你就記得你要少惹一點是非 你也能夠閃就閃 你只要那裡是是非之地 那你是非之人在那邊 你就盡量要離開他們 所以因為你只要一接近他們 就是有是非 一個人不會去惹 不會去惹是生活人他就不會 他會的全部都在那一些人旁邊 你就不要接近他 你一接近他就是是非 你一接近他就是是非 他就是trouble maker 因為他都把問題帶給自己 不然就是把問題帶給別人 他沒有辦法把問題把它指住 所以你也要非常清楚 我們人類是有是非的 就是有是是非 這是我們是犯罪 所以你要記得你要少做一點惡 不要整天去想那些害人的 你害人最後就是害你自己 那因為我們人類之間有緣罪 不是太平的 那我們又需要政府 那這個政府最後會 因為有好的政府有壞的政府 然後都會淘汰 當然通常是壞的政府被淘汰掉 那好的政府被留下 我們人類都要留好的 我們沒有人類外公 但是人類是要留好的 人類沒有要留不好 那個壞的政府都一個一個都淘汰掉 像我們現在人類大概有200多個國家 大概有200多的政府 這個是淘汰完一些比較好的政府 其實我們現在人類的政府 比1000年前所成立的政府好太多了 我們現在的人類的政府 比1000年前 我們的人類的祖先所成立的政府好太多 我們現在政府真的好很多 但是妳說它完美嗎?還差很多 但是我們承認 我們現在的政府比以前好太多了 這是一個進步 但是妳說它真的是天堂嗎?不是 但是我們可以更好 那國家政府群組之間的殺法 產生內憂外患也產生了一批 維護政權和人民安全的族群 那就是貴族族 武士的統治專業街場 那因為我們一直在那邊殺來殺過去 我們人類的歷史就這樣子 不是內憂就是外患 這是原罪 然後我們就培養一批 然後我們就培養一批 就是貴族 騎士 還有武士的統治專業階層 他專門能夠有一套辦法 把人民抗起來 讓他狀況沒有那麼差 那就是統治階層 你就想我們公司為什麼要有老闆 因為有人幫我們主持大局 我們只要員工傻傻在那邊工作就好 我們就是一個螺絲釘把這個東西做好就好 其他什麼是非那個安排 那不是我們的事情 有老闆幫你來統籌分配 然後時候到五號 我記得花薪水都是五號 記得我們就領一份薪水 然後去快快的過生活 我們通常百分之九十人都是這樣子 煩惱都是老闆的事情 我們只要五號就領薪水 我們的事情而已 就在那邊乖乖的工作 在那邊吃吃喝喝 在那邊偶爾快樂一下 對不對 大概通常都過這種生活 記得五號領薪水 這一天我們大家都會記得 就是五號那天會最快樂 那到月底就難過了 二十八號 聽說大概是二十八號二十七號 那幾天的最難過 就是要領薪水前一個禮拜大概都發光 那叫做月光煮 所以月底都難熬 所以那個股票市場有非常多也都一樣 你在月底的時候就漲不太起來 到月初發薪水的時候 大概五號十號特別會漲 就很奇怪了 就有閒錢 想進去股票市場增值一下然後再出來 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的股票有月初現象 稍微有這麼一點現象 然後到月底的時候就是好像就是差一點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們國家在運轉的時候我們會挑好的 我們會挑比較適合管理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的 那就是我們談的什麼貴族歧視還有武士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特徵 有 它都有軍事的特徵 你今天為什麼能夠當貴族 因為你有號召力 你能夠號召一批人 來我們這個國家有問題了 我們要軍事武力來處理這個問題 這就是貴族 所以貴族通常具有什麼 領導力 他能夠號召群眾 他能夠組織群眾 他甚至有錢 他甚至有管理能力 他就是有群眾魅力 他就是能夠號召一群人 來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 你說像張宗某如果他講一句話 來我們今天成立一間公司 外國錢人所有技術都自己來 那就是號召力 你應該懂這個東西 那就是一個領袖的號召能力 我們人類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人類就是有號召力 所以我們公司為什麼有老闆 你為什麼要聽你老闆 老闆講一句話 來我們工作分配下去 來那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好那你跟什麼來談談 最後一個結論出來 來給我報告 我們就下決策 就這樣做 有沒有 我們老闆都在做 都在做統籌的事情 都在做一些煩惱的事情 那就是號召力 那就是管理能力 他就在管 把這些事情管好 不是管壞 你要記得 因為管壞會打 所以要管好 就是要把它管好 所以才需要政府 因為有一些罪犯 所以我們要有警察 對不對 因為就是有戰爭 所以我們需要有軍人 有軍人在就不會發生戰爭 因為人家要打你 要考慮到成本 你說阿公啊 他整天要來吃台灣 你看他吃下去 他就成本是多高 你知道意思嗎 他就考量到成本 哇台灣對我軍力很強 但是我要消化我一半的國力 才能夠把台灣吃下來 他就考慮了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要軍人 因為軍人在 他只能夠制止戰爭 才不會打仗 你如果說兩個國家都很強 都強到爆 沒有人敢打仗 因為一打起來都是雙輸 那就沒有人感冒風險了 你說像以前蘇聯跟美國 兩個在對幹的時候 他們都不打什麼原因 兩個都太強了阿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美國砍蘇聯 你把蘇聯砍贏了 你一半也慘了 那你蘇聯去打美國 萬一取勝你也毀了 如果你那這樣誰敢打仗 沒有人敢打 因為都是雙輸阿 那就不會打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喔 是不是有軍人就比較不會戰爭 沒有錯 就是因為我們有軍人 所以比較不會有戰爭 那因為我們就是有警察 所以我們的犯罪 才沒有這麼猖狂 但不說在那裡很壞 你連處理這樣 你女兒子在走路走 你就會說中間 你知道嗎 他以前我們人類社會是沒有政府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是不能出門的 你如果出門去遇到那個社人 你就死了 我告訴你 你會叫十幾個輪奸 以前是那個人類是野蠻的部落時期 那是這樣的 那如果看到女孩子比較漂亮 就笑贏 比較好是笑去做母 那算你好文 那如果拍一文你就用輪奸 我跟你說 拜託的連女孩子以前是都不可以 那個 那個去過問的 以前女孩子都住在家裡 你不能找什麼管理 外面強盜很多 都要來強奸的 你知道嗎 那都是劫匪 把你押去當山寨夫人 那個當然是在以前的部落時期 部落的人類才是 但是我們現在是文秉的政府實體 所以這一些打砸搶這些東西才比較少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有政府 所以是不是有政府比較好 然後我們人類就講了一句話 但是我們主天是講了一個真理 有政府總比沒有政府好 所以我們在人類裡面我們要組織能力 要組織一個政府 各位懂嗎 所以有政府總比沒有政府好 這句話是真理 我們有政府至少我們的命都能夠顧得住 我們自然也比較好 所以我們要承認我們人類是因為有的政府 不管他這個政府是什麼性質 有政府總比沒有政府好 你說我們台灣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 他不正常 對 我們都承認他不正常 但是他還是可以勉強用一下 對不對 他也不是說他都沒有功能 其實我們只是說 路整理道理 是多一點 有錢 也沒有請人 說他我們還是要找人 但是他想要建立 就是我們不確定 自己沒法打他 大廠的 是 我們不來 有che點 但是我們有那個 我們也想要做 感谢观看 对不对 但你更好就需要更高的专业出来 那就需要有一些什么专业的统治阶层出来 那就有贵族 就有骑士 就有武士 这种是什么 专业的什么统治阶层 外来说 我们讲的这三个就是什么 军事政府的本质 要有贵族 要有号召能力 这个人是社会上公认的 我们觉得这个人非常有号召力 他讲的话就是人家觉得有道理 我们就是要听 像华盛顿这样子 那个时候 美国的民兵就听华盛顿的指挥 他就有领袖的魅力 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 那是贵族 你说像华盛顿 如果大家说他贵族 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 因为他有号召力 他能够把 美国民兵把他 算过 能够化的丁当 能够震得住脚 这种领袖是天生的 这个不是你自己努力的 是天生的 因为上帝跟他设定 他就是领袖 就跟耶稣基督一样 他被设定的时候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就是主 这个不是努力得来 因为他本来就是 因为这是上帝设定 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形象 所以我们人类 所有的生物里面 都有上帝的形象 但是有一些人 就特别接近上帝的本体 的那个像 那个就是贵族 所以我们人类是有贵族的 我们人类里面 还是有贵族 有 但这不是你决定的 是因为你生下来 你本来就是 你要承认你没有努力 你要承认有一些鸟 他为什么是鸟 因为他生下来就有翅膀 但是鸟决定了吗 不是 上帝在造这只鸟的时候 他就决定好了 这只鸟就是鹰 你知道吗 这只是老鹰 这一只就是麻雀 然后这一只就是孔雀 然后这一只就什么鸟 我问你 你能够决定你是什么东西吗 其实你要承认 我们被出生的时候 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是因为你本来就被设定好 你要往那个方向走 你也承认 所以你不要拿你的命来比我的命 那不公平 你要记得 你要走上帝替你设定的道路 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不要比 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合作 我知道你要走那一条 但是我走的是这一条 我知道你是那一方面的 那我是这方面的 这个这不用批评的 每个人的命真的都不一样 也不要说谁 他谁比较高 谁比较低 那个没有高低 你反而被上帝设定的越高 你越苦 你看 你说上帝的儿子苦不苦 你要是被设定在那个位置 我说你会坚持 你看耶稣的时候 他一辈子贫穷 你要承认 耶稣基督他一出生之后 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 他的目的就是做什么 上十字架去死 就这样子 他来的目的 就是传真理 然后就又上十字架 然后生天 那就是他人生的道路 那就是神道 所以你一旦被设 你被设到最高的那一层 你通常是承担最难过的日子 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当贵主很好 我跟他说 他所有的压力都在他身上 像耶稣基督他就被 人家设定他在什么 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要承担他所有人类的原罪 所以你说坐他这个位置苦不苦 我讲一个实在话 你还是当一个平板的人比较好 平板的人有平板的快乐 我说实在话 你不要以为当贵主很好 你看你那个长眼睛你去看 你去看一个看日本天王 对啦 人家日本天王是贵主 可是我跟你讲 他连一个甘鸣鸣鸣鸣鸣就不可以说 你有没有听过天王在讲甘鸣鸣鸣 配看的 对吧 但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可以啊 对不对 像我讲甘鸣鸣鸣 这是长眼睛嘛 出来都是阿� MIKE 你也没怎么想甘鸣鸣oth 你 Twitch Youtube well 这些小朋友说 我这 Moh 看你谁就知道哎 这就是长眼睛出来的 那 Jobs 日本 Christopher 日本贵主 如果在手里面用甘鸣鸣 dado 这个房子就这样 这真的是 你知道意思吧 当然是我们就不用跟那些人所拒 那个就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被出生 被设定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那一种人 你就不要寄望说 你会有他的生活 你会有他的机遇 没有 所以你要 我们讲说我们要认命 没有就没有 对不对 你又当天王 你有什么好奇 当天王很苦的 天王 连跟你挥挥手 都会有那个角度15度了 你就仔细跟他看他的手 他妈的15度 我们都是这样 在的时候 兄弟那样烂 对不对 拖的就会烂 对不对 人也不说我们这个 不对 你看天王 你看 他们当皇族 都是跟人家不要 因为他们有那个礼 他们叫做礼法 他们的礼就是法 他们的法就是礼 他们要守那个礼 守那个法 所以他们叫做法礼 他们是礼貌的礼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日本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民族 因为他们是法礼民族 他们的法律就是他们的礼 那从中国里面传过去的 那叫做礼 以前我们那个礼的话就是那个法 那日本就是传承这套礼法 因为那个礼就成为社会的一个规矩 那最后成为一个什么 惯例法 那叫做礼法 所以你看你说这个贵族就好了 哦 辛苦不辛苦 辛苦啊 当天王很苦的 我跟他讲说 你要送我都不要 我们这种哦 承家孩子过这日子都习惯了 你说去叫我们当皇族 哦 那皇宫里面卵白的你知道吗 那也没做 那也没做的 他也连凑衣去 你名字就有那个 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 那种人听到说 哎 你如果这样啊 你说拖去罚战 我跟你说 哎呀我 听说皇族里面是有规矩的呢 你知道吗 都那整期的呢 你什么话不能够讲 那讲话还有敬语 你知道吗 哦 那个日语里面还有分 你如果是那个level越高 越不到就到天王那一级的时候 那讲话几乎都是很客气的 哎 你知道吗 几乎都有一套 一套规矩 一套什么禁语 那我就不懂了 哦 你就听他讲的话 听说 我就听日本朋友 听他讲的话 就是跟别人 就是他用的是非常礼貌 非常的礼法那一套 那个当我没学过 但我没有办法形成 但是说 他讲的话就是里面 特别有礼貌 哦 在日本人当中 他听起来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人是 哎 修养是特别高的 哦 你知道吗 那就是人家 因为日本人吃这一套 所以他就成为就是他的贵主 我们所有人都承认 日本天王在日本今天的人民 当中他还是贵主 因为所有那些离法最好的东西 都从那一边传出来 今天有日本这个文化圈都跟天王有关系 所以天王要做表率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 你要记得是从天王里面传出来 你要包含写汉字 他跟所有日本人民讲我们开始要学字 他学什么字就学汉字 他学什么字就学汉字 比如说日本人他们理佛 他们对宗教里面佛教是非常强调 那这这一些东西都从哪一边出来都从天王 所以天王对整个日本的整个文化的影响是最主要 他还不是吃药是主要 那什么原因他有号召力他是贵主 那是上帝设定的 所以他们都说他们是神的子民 所以他们的宗教礼法他们叫神道 他们叫神道学 他们有一套宗教 然后有一套礼仪 然后有一套仪式 然后有一个方式 那就是日本的文化 那这就是贵族 当然美国里面也有贵族 美国的贵族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他有一个特色 美国的贵族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是强调天才 天生我财 你生下来应该去发挥什么 你把你的功率开到最大 发挥你这个人最大的潜力就是贵族 所以我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尊重所有人的 上帝在所有人之间的作为 你要是适合当天才的科学家 那你就发为你天才科学家 你像爱因斯坦这样 人家美国人都很尊重 你如果在科学界你就谈到有什么人 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名的领袖 你如果说像张中某 人家知道他是半导体的专业 他就讲一句话那个半导体都会受影响 你来说某一个经济大事 他在发表一些文章大家都会看 为什么他对整个经济都有影响 所以美国里面他也有一批贵族 但是他都是就是说有点是 有点就是发挥那个人原本应该有的天赋 我们所有人类的天赋 其实在美国这个国家是他算是怎么样发挥的最好 所以在美国里面的贵族实际上是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 你说在军方里面也有什么地方里面都有贵族 所以美国的贵族我来说是多元化的贵族 他不是在单一面向 比如说全部都在政治 或是全部像斯巴达 你有没有听过斯巴达 那整天都在打仗 人家都是选那个最强壮的 最勇敢的最会打仗的 然后那个里面有那个他的胸是西瓜 然后他的这个muscle是什么 是什么是连路还是什么 都一条一条的都在身体最强壮的 是比较强调于军 就是军事方面的天长 那美国这个国家不一样哦 他的领导阶层他的贵族我来说是多元化的贵族 你有可能比如说你是专门在跳舞的 你就是国标舞方面就是非常厉害 你跳都是最好 所以国标舞方面的全部都听你啊 都会听 美国这个国家是这样他尊重天长 他尊重上帝赋予的领导者地位 他给天才发挥的空间 美国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让所有人 能够发挥他的能力 那不像有一些国家他只是强调说我要 就是我要这样的人其他的我都不要 我只要会赚钱的我只要这个聪明的 我只要科学家我只要什么就好其他我都不要 没有在美国这个国家不是这样他是他是多元 他强调你这个人的在某一方面的领导 美国社会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的领导阶层哦 美国的贵族是很多元的 你有一些地方你美国总统来讲你也讲不通啊 人家不听你美国总统那一套 但是你美国总统如果在军方 或是在 在这方面他就可能比较有领导力一点 当然也要看 所以 美国这个文化圈是十分多元 当然他的贵族也十分多元 你如果说在美国军方里面 在我相信在那里面也有他的贵族 在美国军方里面也有他的贵族 也有他的领导 像彭佩奥他看起来就很像 我第一眼知不知道他就是军方方面的领导人 因为他以前有干过一些军方因为他是军人 那你就看他的简历 然后你在听他在讲话那个口气 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军方的领导者 军方的贵族 有 就有那么一点感觉 你就说他是军方的贵族 你就听他讲话 例如说 这个人有经过非常特殊的训练 所以他讲话出来 他在讲那个话的评力就觉得说他有说过 那就是他那方面的训练跟教育 还有他的天赋 他的个人的色彩 我们一听起来 这个人就是应该是美国军方里面其中一个贵族 所以他就是专门吃这一行饭的人 这一方面就是贵族 所以我跟各位讲 美国的贵族是多元 不是说只有在一个人身上 不是 他是强调上帝在那个人的做的最大的发挥 所以在这一点 美国这个国家做得最好 所以 为什么所有人民都往美国这个国家移民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他给所有人民机会 发挥他的最大钱 所以他所 美国这个国家的价值就是多元 多元的领导者 他就算这个不行 他在其他方面 他也是有伸展的空间 你说美国总统今天就算给拜登做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你说美国这个国家就全面性的崩塌 他其实也还不会 只是会 情况会越来越糟 因为现在又不是多好 他如果给一个不适的人去当 只会状况越来越糟 他那叫贡业 他如果那一天就是贡业 那应该是不会 我今天就是要谈就是讲不是贡业 美国军方又不是又不是塑胶做的 又不是塑胶做的 对不对 我 我跟你讲 照我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了解 人家要动手 人家都让你做 等到人家讲 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满的时候 你的戏 那是美国的文化 那是美国的文化 在你还没有做成为现 成为现金办之前 你都还有机会 但是你一旦做了之后来不及 那叫做木与成舟 然后叫做犯罪试证 那就没有办法挽回 那人家就可以动手处理 所以我们就谈到贵族 那各位如果谈到贵族 大家明白什么是贵族 当然这个贵族在每个国家 每个文化圈的定义不一样 在美国是这样子 你只要在那个行业里面混得出名堂 你就是贵族 大概在那个行业的前2%左右的人 你就是贵族 你如果说在美国军方你只要吃得开 那前面那2%你就是贵族 你像蓬佩奥我一看 那个在军方里面应该是 就是吃得开的人 那一看就是贵族 军方的贵族 那你在军方面那你就听他了 他能够干到那个位置 他一定有他的能力 一定有他的号召力 不然他没他没法做到那个位置 他一定有他的领袖魅力在 这是军方的贵族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强调多元的 所以蓬佩奥可能在军方这方面 人家就会听他的 因为他是军方的贵族 但是他如果跳到出这个领域就未必了 人家就不一定听到了 你知道他如果跳出军方这一块他可能就不怎么样 但是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贵族 所以美国的贵族他不是带有那种怎么讲 就是带有那种全面性要管理的那个性质 不是 他们只是说在那个领域里面的什么专家 在那个领域里面的专家跟权位 那在那个领域里面他讲了人家多少题 那就是他的什么领导能力 这是他的什么领袖特质 就在那个行业 你如果说像张宗某就好 你如果说他讲半导体 我的耳朵就会竖起来 你如果半导体你听到他在讲话 你就知道所有人都在仔细听他要讲什么 那个就是半导体的贵族 你知道 这样你其实就懂这种什么叫做 在美国这个文化圈的贵族 当然在每个国家的贵族定义都不一样 你假如说像在日本这个国家 例如像天王那个样子 那个才是贵族 那个皇祖 那他因为从小都受益 哇那个当天我听说很苦 就我们一般这种 人说这个 这个 这个欧子 我跟你讲 你去那你就辛苦了 我们就不适合那种生活 所以那就是贵族 每个国家的贵族不一样 那骑士跟武士就大家比较容易懂 就是说从人民里面他所选 就是选出来的领袖 就是比较优秀的人 这个骑士跟武士是一个比较出来的 我们会觉得说大概差不多这一群人里面的10% 大概适合当骑士跟武士 其他人都不适合 所以这个骑士跟武士又是特选的 所以这种所谓的贵族骑士跟武士是因为我们特别去挑的 他们就比较适合当政府的领导者 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的职比较优 我们都会挑好的 把他放在比较好的地方 把不好的就摆在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地方 你如果说你的话 你也会说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谁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谁来当医生比较好 我们一定会挑我们这个社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最聪明的 那个手最巧的 然后心地是比较善良 我们挑他去当医生 对不对 我们要承认像我们台湾的医生 你看看 台湾的医生的数值的水平算高的 我们要承认 大概前2%到前5%的人才有机会当医生 你来到10%几乎没有你的份 所以会当医生的 基本上素质 我们讲了不是全部 素质真的比较好 这个有没有特挑 这不是贵族 是 他是不是奇事跟武士的阶层 是不是 他是里面像我们特别挑的一群人 特别去当医生 在台湾里面 他比较 我们 其实比较 承认比较专烈 大概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医生 第二个就是工程师 其他的工程师 都是一些酱油 打酱油的 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里面 真正的统治阶级是两个 第一个是医生 然后 第二个是工程师 在我们台湾社会是这样的 你说那个政治人物在讲的话 通常是放屁 他说台湾人民听听的 那台湾人民在内心里面 他比较公认的那个贵族是两个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工程师 其他的就不整 你就像那个律师就是 就是 还好啦 台湾的律师 但是我们的司法其实是不受到人民尊重 他们都说 这个怎么 怎么到教育出来都一匹恐龙 所以这个你看 就不是贵族 像那个律师的地位在我的心目中 在台湾 那台湾 这个地方美国混乱全 律师在我心中的地位 他妈的是比一般的人民都还有low 我跟你讲 就是这么多黑心肝的人才会去当律师 对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感觉那个律师 在我们台湾人的心目中 那个感觉都不好 那跟 比那个 比那个八大行业都还要差 那整个黑白人物 你看台湾今天乱成这样子 有没有 像马英九那个律师 他妈的我看到就把他砍 就是这样 那个数值都差成这样子 还half的 还台大的 如果我说的话也要就这个人 是台大的法律师 还有哈佛的法律师 你讲那种话 你看 在我心目中那整个 你整个 你整个 你整个律师都烂掉了 你知道吗 你看不见 那个比八大行业都还要招这个律师 为什么被那群烂人啊 那都读台大法律系的 把台湾的政治搞成这样子 他都每一个都法律系的啊 都台大毕业了 我都出妖魔鬼怪 我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台湾的妖魔鬼怪 他妈的都台大法律系毕业了 你若然觉得我跳台大法律 我一定会有 我会说怕死 对啊 怎么都那么多妖魔鬼怪啊 对不对 我都整个几乎那个信用都破产 那就半半 那这个心目中他妈的垃圾 那台湾的 台湾的意思在我心目中还好一点 你知道吗 不错 形象还不错 所以我其实遇到有很多医生 其实都很好 我们台湾的医生 我说那个数字真的是高 因为我们真的是特别挑 那个最好的去当医师 你要承认 我那个小时候你看看 我们学校第一名 最后真的是当医师啊 真的啊 诶 在我二轮那个地方啊 诶最好的学生最好都是当医生 诶 我们那些小孩都我们班的第一名 还是我们专校的第一名 他去挑去当医生了诶 证明人家其实表 人家表现也还不错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咱真的那个都是特特别去挑的 那我遇到的医生 整 我整体给我的感觉还有他的能力 都还不错 诶我们台湾的医生真的不是盖的 人家后素质真的好 台湾的工程数其实也很强 诶很厉害 另外你想不到一些疑难杂胜 他都能够帮你解决 真的 所以台湾的你像 美国他一些在电脑方面工程上面有问题的 全部都丢来台湾 我就听我朋友在讲 台湾现在接了很多美国在代工的单 就是他们没办法处理的 他们懒得处理 他们不想处理的 觉得是个trouble 全部都外包给台湾了 所以台湾最强的就是什么 台湾的贵族是什么 医生还有工程师其他都是打酱油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说实在的 从我这一代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一代里面即使混得最好的还是医生跟工程师 其他都不怎么样 其他都难过我手手 好 那你们就知道什么是贵族跟其 跟什么 跟其是跟武士的统治阶层 好 贵族其是武士的军事统治阶层 就是各国政府的原型 那我们举一些例子 日本是由天皇为主的贵族 武士建立起日本帝国均之中 是不是江武士 这我就不谈了 你们都知道 日本这个国家的建立是谁建立的 武士 还有贵族 不是人民 因为人民他没有号召力 他没有统治力 他讲的话就连他自己都不信 你知道吗 所以日本人民是他其实没有他自己的位格 那其实都交给专业交给贵族 在日本到今天还是一样 你在日本只要把那几个 你只要把天皇搞定了 然后再把那一群贵族 那几个贵族 那就是几个那个头头 几个头把他搞定了 日本就搞定了 但是那 但是你那几个要是搞不定 我跟你讲你日本就搞不定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还是蛮封建 他还是有权威 他还是有权威 日本这些贵族也是对老百姓还不错 所以他在里面的号召力其实也蛮相当 所以你在日本你就要非常清楚 你就要找到那里面的贵族 他在那个行业里面都有一些贵族 你就要把那几个头头把他搞定 在日本是这样里面 只要把那几个领导者把他搞定就好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不是下 往上建立的不是 他是上往下建立 他是由天皇那边皇祖跟他的武士 你要记得今天的武士都是天皇 他们以前都是皇祖 所以他们是皇祖跟武士的后代才是贵族 这个国家日本这个国家是由皇祖跟武士去建立的 不是老百姓建立的 他到今天还是一样 他还是那个传统 在日本是这样的还是依贵族 还有武士 那今天武士的定义他稍微有一点改 他也是改到像美国那样子 他是有点专业性的 你就是在那个方面的权威 人家讲就是像国宝 他们的那个国宝 他们也听国宝 他们能够干到国宝级 我跟你说 他们在里面的话语全是很大的 你如果以前不去日本去做过的权威 你不去日本 你如果去挖过权威你就知道了 权威里面说的有的传统很大 那个施将他只要讲话下面的外国全部都影响 所以日本的话是一个贵族的制度 是一个权威的制度 他到今天还是一样 没法这是人家的特色 这个就是贵族 所以日本这个国家是有什么建立的 贵族跟武士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 军事政府 这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里面应该都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在讲中国 中国 历代也是由贵族建立起的军事政府 除了汉代明代近代中国政府 以外也是由人民建立起的政府 但是即便是人民掌权 也掌握了枪杆子出政权的硬道理 目前中国政府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质掌权 中国政府原请仍然是中国军事政府 外公中国政府外公 你只要搞定七个人 也就是那些军委会 你把那军委会 那七个人全部都搞定 中国就搞定一半 真正外公中国是一个军事政府 但是这个因为有什么呢 因为中国这个军事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 叫什么人民解放地 除了毛泽东有专制独裁的那种帝王色彩以外 其他在下来的领导者都是军委的制度 都是集体领导 大概七个九个十二个就把整个中国一半的政权 牢牢掌控在那七个人手上 现在是七个 我跟你讲中国的权力中心 政府的权力中心一定在 这个什么 七个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手上 那七个占了一半 一半的权力是在那七个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其他在哪里 各地的军阀 一样枪杆子出政权 军阀你听到没有 各个军区的委员 那个夏立的实力也非常大 所以他们是集体领导 那集体领导整个中国的权力 大概集中差不多在那一百个人手上 一百 一百个以外大概就没有什么影响 你不是说没有 他是在地方 在某个环节上 比较有影响 他不是全面性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是这样子 他的影响力是包山烫害 他什么都要管 他一个军委 我还说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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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们家要怎么建那个方位都要影响 以前我跟你说 以前他们以前规定 比如说 那个朱元璋 他姓朱 对不对 只有他们家可以姓朱 你姓朱的他妈全部都给我改姓 今天我没有骗 所以你看 那连你姓什么皇帝也要管 我不骗你 你就姓朱的 只有他们家那一口子可以姓朱 其他的你都要给他换姓 真的 他们就连 就连你姓什么他都要管 我不骗你 所以他们那个军委会的主席那七个 外公包山烫害什么都可以管 所以他们中国那个军委就跟皇帝一样 大概那七个 还有下面那五大概是五大军区的那些头 大概那五个 大概那十二名 我跟你说那是整个中国的权力核心 是在军委会 其他的整个什么人大委员会 集体在那边拍掌都没有自己的意思 所以那个就绝对不是领导中心 一个领导人他一定有他自己的风格 他绝对不会跟人家在那边集体拍掌 那个绝对不是领导 领导人不长这样的 领导人有他自己最独特的想法 然后是对的 然后可以解决那个问题 那个才是真正的领导 像华盛顿那个样子 华盛顿在那个时候 他为什么就看到美国说可以建国 什么原因 因为他掌握了天使地利扔扔 他认识我只要跟他继续再凹下去 因果他有一天一定帮我走 因为华盛顿讲了一个真理 我这个大陆军要胜利 我不是靠美国人民的军事武力 我是靠我的外交 我继续只要跟英国继续再耗下去 会有人来帮我们建国 最后华盛顿他看对的这一点 英国的敌人全部都来了 所以 英国那个时候敌人有华国 那是最主要 还有荷兰 还有西班牙 这三个联合起来 把英国干翻了 然后帮助美国独立 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 华盛顿就掌握到了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怎么讲 这个脉络 他就其实我要说 华盛顿没有打过什么胜仗 他打的仗都是败仗 他没打过什么 但是他一直打 人家说的旅败旅战 他每一次打都是 你知道最多是打平手 那打平手就是打胜了 因为大陆军他毕竟是民兵 是杂牌军 绝对不可能跟英国的皇家部队正面 在那边攻防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知道只要碰上正面 几乎都输了 可是他为什么继续跟他好 因为他知道有一天 会有人帮他建国独立 谁 就是华国荷兰西班牙就是英国的敌人 英国的敌人会帮我建国 所以他掌握到了那个时机 然后他就掌握了这一点而已 所以他率领美国人民打的都是败仗 他没打过什么 但是到最后期的时候才打胜仗 前期你看他每一场战争 几乎都输了 没有败仗 但是他继续跟他熬跟他磨 磨到最后怎么样 人家看到说哇 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没有办法被征服 这个大陆军厉害 能够跟英国的部队在正面战场上面耗 他打了那么多败仗还继续打 人家那个时候英国的敌人尤其是华国 最后就看到说美国这个好样 因为他那个时候 华国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其实就是专挑英国的麻烦 只要让英国觉得越麻烦的事情 就是对我法国最有利 你想想说 我那个时候大陆军就是英国最大头疼的地方 那对法国来讲 这个是我好哥们 因为你专门都在找英国的麻烦 太好了 这未来绝对是我的盟友 所以那个时候法国就帮了什么 就帮了美国打赢独立战争 结果打到什么样 打到法国破产 然后那个法王好像陆毅 陆毅是不是16 最后上断头台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因为帮美国独立战争打到国家破产 所以我跟你说今天 美国人欠法国的一个公道 他把人家的国王打到破产 然后上那个断头台 这是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华盛顿就掌握到这个时机 因为英国的敌人太多 但是跟那个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 是个战狼外交 整天就要跟他 要跟他骗就对了 好像是战狼 所以人家都很讨厌他 有主要是法国 法国跟英国是死敌 那个华盛顿就掌握到这个道理 他说我怎么样都在 就是把军队把 英 把英国的军队 把它拖住 我只要不要认输就好 所以你看他打的几乎都是败仗 最后美国能够建国 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事情 对就是这么神奇 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那么神奇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那是不是也是由军人建立的事 那他是由什么军人 民兵 那 美国联邦政府是由 华盛顿统帅美国民兵建立 美国军事政府 首先抵制是民兵 骑士才是国军 他们 曾记了基督教的骑士精神 信仰勇敢智慧荣誉专业及效力 就是职业军先进武器 所以 美国的军人 那我跟各位讲 在美国这个国家是这样子 他们最一流的人 你要记得他们最一流的人 是当军人 不是当医生 不是当医生 那 美国最好的人就是当两个 一般而言 因为他这个文化比较多元 他也没有说我美国人民 我一定要有什么取向 没有 他们是这样子 基本上 最好的 最好的人是送军方 去读军项 我跟你说 美国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他们是把好的子弟 是上 是送军 我跟你说 在美国的军方 淘汰率最基本的是一半 所以你要 你如果一些身体不好的 那个什么体能差的 什么 你有什么吸毒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些 红狗流狗的 前一半就把你刷掉了 在新兵受训的时候 你就被刷掉了 那有一些像 特种部队的 像 海豹突敌队 我听说那个 大概只有剩下不到5% 甚至你到最后 在绝选的时候 只有不到1% 你会被选招 100个才有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要最精锐的人 所以你要想 那个一般在美国里面 会去报告军方的 像你要去参加那个什么军校 他本身就是最优秀的 你知道吗 去报名 然后再跟你砍一半 你知道吗 把一些 红狗流狗比较不适任的 先砍一半 最后才去做训练 然后训练里面 就看你的 成绩的状况 像 蓬佩奥 他就是军校毕业 然后里面我听说是 前两名是不是 是不是 西典军校好像前两名 好像第一名还是第二名 他们应该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那个 每年的西典军校出来的学生的 第一名跟第二名 你几乎未来都是将军 所以 他们是最优秀的 是宋军校 军校的淘汰率是高的可怕 你未来 你如果要 比如说你要去受训的时候 他会经过一連串的淘汰淘汰淘汰 所以你基本上能够当到 在 美国的将军 其实我跟你说 他们的素质都是美国里面最好的 所以我跟你说 美国军方的素质是最高 因为 美国这个国家不一样 他们是把最好的人 是送军方 他在中国外共是把最烂的人送军方 他不一样 那 中国人民是把他最优秀的子弟送到哪里呢 第一个他一样 他们是送 读理工科 因为他们比较实用 我就出来 我马上可以赚钱 他是送一些技术学校 不然就是送理工科 因为他出来就可以赚钱 中国人民是把最好的学生送理工科 然后那个没有人要的 你知道吗 一些欧国离国的送军方 所以 那个中国的军方的素质很差 在以前 现在我不知道 在以前中国的军方 你看我们 以前我们台湾就好了 最坦的人去做兵 最好的当医生 不然就是当那个 去学理工科 台湾以前那些是这样子 然后最烂的 那个 各方面都是最差的送军方 你让中国这些小孩 这小孩很坏 整个都给军方去做 所以 以前我们台湾的军方 那些在中华民国里面 都是最烂的人 就是比较没有竞争力的 才去丢到军方 在美国不一样 他们是最好的才去进 他们是最优秀的才去从军 然后你从军还要推荐书 还有好几个人帮你推荐 你不是说你要自己去念 就自己去念 没有 人家美国是最好的去从军 最优秀的子弟 人家第一志愿就是军方 其他就看你的能力 其实在美国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特别说你是比较从事什么 就看你是什么 那你就是什么 看你兴趣什么 那你去做什么 你就在行业里面当领导者 当贵主 当那个行业的贵主 但是他们有一个取向就是比较优秀的 这个都各外面都特别 是宋军方 你说像川普总统 人家以前是宋军方 他也是宋军校 他说这个孩子也是 是算说有点天赋 然后他说他的爸爸 就是川普的爸爸 不然这个孩子就送军方 所以川普总统以后是军方毕业 不知道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 这我就不知道 不过他也是读过军校的 所以他证明他的底子其实也不差 川普总统底子 以前送美国军方 全部都是Top1的 不然人家连推 人家连推荐信都不敢写 你只要以前要读美国军方什么 读那个军校都是最难 差不多要跟读哈佛是一样的 差不多是同样等级 你哪没有那个 你有没有那个勘账吗 人家不帮你写推荐信 所以在美国这个国家是这样最好的人 他们从军了 所以我跟你说 你美国政府的底是什么 从华盛顿时代到今天都是军事政府 其实哈 美国这个政府实际上是由军事政府在控制 照我对里面的了解 当然我是个外人 我也不能跟讲说里面详细状况怎么样 但是我看那个外观 美国政府的底是军事政府 因为包含 包含他里面整个架构是一个军工复合体的 照我对美国政府的实际上的了解 他我跟你说他是一个军事政府 这在雷根时代的时候他就讲我们美国是一个军事政府 没有错是他讲的 我们是一个军工复合体的国家 没有错 我跟他看到所有的产业的架构 奇怪你看 美国这个国家所发展的高科技 全部都跟军方有关系 今天我们全球 我们现在只要看到了什么一些高科技的产物 外共那都是军方完胜的 人家不要东西把它淘汰出来给你们的 你像那个手机我听说韩战就有了 那我们手机的普及是到什么时候 公元2000年我们所有人才有手机 可是人家1950年代人家就有手机了 美国军方就在用手机了 那是军方完胜的 真的我不会骗你 然后还有什么 像波音有没有 他是制造什么 制造飞机的 但是他可以转什么 他可以转战斗机 然后那个像那个什么 像那个美国最 他美国最大的是什么 像那个什么 像那什么电器西乌是不是 西乌是做什么 做核能 做核能做核子发电厂 那甚至可以造核弹 还可以造核子潜见 那里面最核心的部件 所以你看 美国整个产业 你跟他看一下 都跟军方有关系 美国的产业都跟军方有关系 你就只是跟他做研究 所以人家就说 那个时候雷根自己讲 美国政府是一个军事政府 是一个军工复合体 他讲的 我们查说真的 他真的是军工复合体 所以我跟你说 美国政府真正的抵他妈的 他整个股价都是军事政府 但是他平常时候 军方都是振米在后边 如果都没有事 那我就 我就当军人其实也蛮快乐 其实也没有什么风险 那平常这个国家的运作是由 就由民事政府在运作 那由军方的人去担任 民政府的公子 比如说一个人就好 蓬佩奥 其实他是军方的人 他是国外部的人 他是美国军事政府的人 但是他又去兼任国务院的人 去当国务院的长官 所以他又当了民政长官 国务院算是美国总统下来之后最大的 所以你看 蓬佩奥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是美国军事政府人 又当美国民政府的一个官职 他一个人兼两个位置 通常在美国这种现象 那个人是军方的贵族 还有那个权利去兼那个位置 但我对美国这个政府的了解 的初步了解是长成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美国跟你讲过是最优秀的人 才去念西典军校 西典军校可以说比哈佛还要难上 那什么原因 因为那是要培养美国的政治跟军事的精英 美国政府三分之一的预算都在军方 都跟军方有相关的 所以军方里面实际上是在美国政府里面 是掌握大权 所以你说的美国政府的本体是什么 军事政府 这个雷根自己讲的 他说我们的政府架构就是军工复合体 我们这个军事政府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那个就是 他那个发表相关的演讲 对 后来跟他查真的是 所以我在查说原来美国军方在美国政府里面 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事情 只要美国军方能够挺住 美国政府不会怎么样 因为他的底是美国军方 你说这个是川普总统 这个我说这个最后军方一定跳出来 如果军方认为有必要 然后有实证 那军方就会出手 我等一下会谈 所以我跟你说 美国政府的底是什么 是军事政府 我们平常看到什么行政立法司法 那个三卷分立那是民政 那是国家非常太平状况才有民政 你要不太平 人家军方那边就会讲话 人家美国最优秀的贵族就会讲话 美国军方的素质 他们是特别挑过的 通常都是在美国人民里面素质是最好的 真的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从小就很好 你知道吗 他们不是说是从小就很好 你像蓬佩奥就好 他的成绩一定从他从小到大 各方面的成绩来看其实都不错 他最后才能够从西点军校 好像是前两名是不是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他那一看就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然后在军事政府里面做历练 在国王部里面做历练 然后最后 他有当过CIA的局长 他跟军方是蛮深的 然后最后他又调到现在的国务院里面 他又兼任民政长官 你就像他的卫主就知道 他是军方里面的大头 贵族之一 但我不是讲他是最大的 他是贵族之一 他是在军方里面是有领导努力的 所以这样子 那你就知道 美国这个政府的架构 我跟你讲 全世界的政府架构都是军人建立 有贵族 骑士 还有武士 最后真的不行就是枪杆子 所以毛泽东讲的没有错 我们要承认他讲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实话 后来美国军事政府是专管式的军事政权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军事政府直接参战 美国军事政府直接打的仗 就是美国总统率领他的三军直接打的仗 他有什么战 一战 这我们现在会非常清楚 他参加欧战 然后二战也是一样 他整个国家都变军 直接都军管了 他就 你在军事政府的 时代的时候 他可以给你军管 他比如说他要征兵 他就直接给你征兵 然后你这一间工厂你给我生产军需 你就整个都给我转过去 你就开始生产军需 那个人民的权力就放在后面 军事命令是最优先的 那个就是军事政府的时期 那个时候总统只要牵拔命令 等于是最高的行政命令 总统只要讲话 那国外公那是 几乎他塞入下来的命令 那就是最高的行政命令 像一战 二战 南北战争也是 那也是总统 所以美国总统实际上 只要得到军方的支持 他的权力都很大 然后还有第一次海湾战争 这个是美国军事政府 他直接参与的海湾战争 还有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1789年美国建国至今战争无数 美国这个国家建立之后外公 他参加战争太多了 他直接参战就很多了 然后还有没有间接参战的代理战争 有更多 美国军事政府所参加的代理战争更多 他很多都是代理 我来举一些例子 第二是国共内战 就是蒋介石跟毛泽东 他们两边在打的时候 其实也是代理战争 因为蒋介石是美军的人 那在中国大陆上面跟共产党里面在打 那个其实也算是代理战争 然后国共金门古零头战争 那个也是 那都是他的延续 柏林封锁 韩战 这个韩战跟那个苏联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朝鲜半岛里面打 A战也是 后来打了20年 其实美国里面最惨的一场战争 最丢烈的战争是越战 这个外公也是代理战争 因为他出兵 帮那个越南战争 结果我后来输了 所以那是代理战争 但是他也直接参加的最多是越战 但是那个越战是代理战争 因为他要帮这个什么越南共和国 那个我记得姓软不知道软什么 后来他就是越南共和国就没了 后来他的那个总理 他的总理就流亡 后来美国在越战就输了 那是最长的 这个也是代理战争 是他直接参加的代理战争 还有第二次中东战争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中东持有战争 他也是代理战争 后国共内战金门823炮战 这个最后美国也有帮忙 他就运来几门大炮跟你放在金门 直接我听说就往厦门里面炸 我娘 你要像那个金门 金门那个不是有好像四门大炮还是几门 那个是谁的大炮 但是美军的大炮 有没有在金门那里有没有 有那个炮那个非常的大 那个听说有三个三门还是四门 是不是非常的大 在那个金门 那个是谁的炮 那个是美国军事政委的大炮 那个听说把厦门整个都几乎都炸皮 还有古巴飞弹危机 这个也是几乎都是代理的 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他也是代理 全世界的战争一半以上 与美国有关系 只要有战争 就有美国军事政委 我跟你说真的 他也会派观察员在那边观战 在那边做记录 所以全球大大小小的战争 几乎都跟美国有直接不然就是见贼的关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军事政府就跟全世界所有战争都有关系 只是直接跟间接 他参与的程度是多少 是他直接参加的呢 还是他派他的代理人去参加的 这样子而已 不然多多少少都和他有关系 所以全世界的战争一半跟美国有关系 所以你说 美国军事政府真的爱好和平吗 你去用卡塔乌想就好 每一场战争他都有参加 他其实好管钱是什么都管 你想要什么都管我讲实在话 什么都管 那比较历任美国总统 川普总统是最爱好和平的美国总统 外公全是那个全美国的总统里面的历史的表 我一看只有川普总统最爱好和平 他的任内这四年 我们讲实在话没有什么战争 所以外公真正美国总统里面真正最爱好和平的是 主要是谁川普 川普真的爱好和平 他这个人真的是好人 就是因为他好人 所以人家现在那些派人都提到他的脸上面去 他的肩膀上去跟他拉死 所以他这一任总统是最憋山的 所有人都欺负他 我讲实在话 川普总统是好人 他旁边的人都欺负他 他嘴巴贱一点 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 他这个人就是嘴巴坏 其实他都不错 他有一点瑕疵但是还好啦 这个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他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利益 他至少是站在美国人民这边 他没有背叛美国人民也没有背叛上帝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就OK 在美国的历任领导的里面 如果有这样总统就算好了 第一个他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还有美国人民的利益 其实我觉得当总统就这两点你要顾好 其他我觉得都是小事 因为你要想你要想一个问题 人民毕竟没有什么实力可以解决非常大的 这个五就是冲突 那只要靠军队军方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军方主要在顾的地方是什么 只有国家安全 你美国军人美国军事政府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安全 是不是 这因为你是职业的 这是你的职业 你的美国军事政府的唯一职业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是第一个最要紧的 这地的职份你只要把美国的国家安全堪净了 你美国军事政府那你就合格 不然每年拨一兆的国王预算给美国军事政府要干嘛 你给美国军方每年花一兆美元 那钱是花到哪边去的 人家美国人民缴税一年缴的一兆美元给军方 那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吗 那你美国军事政府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安全顾好 这是你的最重要职责吗 那美国总统最重要的职责他也是在这里 美国的国家安全 你只要谈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问题 主要问题就是美国国家安全 那美国国家安全就是有两个方面对外还有对内 对外跟对内 这都算美国的国家安全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好 你说川普总统这个选计 这个选计美国总统选择有被窃选 那你认为军方不知道 我跟你说 美国真正高科技的是军方 没有军方他没办法验 军方一定知道 我跟你说军方一定可以验 照我对美国军事政府的了解 他什么样的人才多 你想不到的人才你想不到的黑科技 我来说他们都有 我就讲那个手机那个东西就好 人家1950年代人家就在用手机 美国军方就在用手机 人家到2000年才把整个技术都伤转 全部都丢出来 那是人家美国军方完胜 你现在看到的智慧型手机 我来说1980年代美国军方都在用 触控式的面板那个人家1980年代就在用 那是我们现在沿着30年 人家军方看这个技术已经就没有什么 把他丢出来 还有智慧型手机 不过以前人家就在用智 那个用智慧型手机的 所以啊 你就认为这个 这个美国总统的造假 选举的造假 美国军方会查不到 不可能的事情 他已经查得到要跟要查跟不查而已 他一定查得到 叫我对美国军方的了解 哦 因为 其实哦 美国这个国 这个 国家最精锐的地方是在美国军方 他跟一般的国家不一样 哦 美国这个国 这个国家的重点就是在于他的军事政 所以你说的美军为什么这么强 美军我讲实在的他可以挑战全全球的正规的军事武力 他也不会输 你全球的部队集合起来 今天要打 打赢美军几乎也没有办法 你知道 你把全 你把全球的正规军啊 哦 你把全球的军事政府都集合起来 然后要跟美国军事政府揭一使战 我跟你说 美国军事政府也不会输了 所以我跟你说 你说美国政府的底是什么东西 是军事政府 这从雷根时代那个时候就建立了 到今天他没有改过 所以你说川普总统他为什么说 他对崇拜的美国总统是谁 是雷根 那是有原因的 是原因的 那是军事政府 所以你记得 美国政府的底是军 军事政府 你好好去了解美国政府的架构 你就知道我没跟你说 他们最先进的科技 还有美国军方在美国政府里面的实力 还有美国的贵族是军的 你只要掌握这三点去想 你就知道说美国政府实际上是谁在操控 是军事政府 所以这就是这个usng 所以他能够当你的老大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意思吗 人家是有实力的 人家要人有人 要技术有技术 要钱有钱 等我等于说整个美国政府 我讲实在的 美国政府 他是被美国军事政府控制的 所以美军什么没有 美军什么都有 即使他什么都有 只要美国政府有的 美国军事政府就有 他叫做usng 因为美国政府的本质就是军事政府 只是因为 军事政府我们前面就讲了 他不是一个常态 你也不能够经常用军事政府在运动 所以他就躲在后面 他就变成瓜布 就跟我们台湾的AIT一样 AIT是一个民间单位 但是他背后老板是谁 我们都知道是usng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地 那才是RDT 那个AIT是一个伪装而已 他其实那是他的前台 那是他的柜台叫AIT 他真正幕后老板都是 都是usng的人 美国军方这是真的 那个我一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都是我的味道 我一闻就知道了 这个里面是什么 即使我们这样一看就知道 即使他整个架构 所以我跟你说 美国政府这样 即使我跟你说 他也是usng 他也是有一个美国军事政府 但是他的前台是一个什么 美国民政府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为什么是一个usng tcg的台湾政府架构 什么原因 因为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子 他跟我们是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政府的架构 我跟你说 其实跟美国政府的架构很像 他里面就两个架构 一个是军政府的架构 一个是民政府的架构 那你就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子 没有错 所以外公我们为什么usng tcg 因为美国是这样子 他一个军政府一个民政府 那我们看到的都是民政府 那我们看到的都是民政府 但是军的都躲 他都躲在民政府的后面 跟那个AIT一样 AIT是一个民间单位 但是他里面躲的都是谁 他妈都是usng的人 所以那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架构 其实就跟美国政府是一样 他也是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民政府的架构 这是今天的美国政府 实际上我说你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那个usng tcg 不是我们台湾政府的特例 是连美国也是这样子 我讲的都是真的 那是因为我有研究 美国政府的结构 我有去做研究 那是雷根不小心跟我讲的 我就有看到说这些主题 我后来去查真的 雷根没有乱讲 他说包括尼克森 他也有讲过非常类似的话 我们美国政府是一个军事政府 其实像尼克森 像那几任的美国总统 其实都有讲到这些话 我好像记得是雷根他有谈一次 尼克森也有 我记得还有谁 阿甘来的 他们都有谈过 但美国军事政府实际上 背后是军事政府 我都听到历任的美国总统都讲过类似的话 我在实际上我对他做研究说 真的是有个军事政府 在美国政府的背后有个股 他有个股价是军事政府 然后他的前台是民政府 什么行政立法司法外公 那就是民政府 他们平常都用民政府的架构 但是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是军事政府架构 那个最明显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有启动整个军事政府的架构 现在可能美国政府又要转变成为军事政府 我跟你说有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他们有那个打 他们有那个打算 因为我已经闻到味道了 就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可能会转型成为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极有可能禁止清除内外患 美国军事政府这样好事对外战争无事 好事坏事都被他干净了 美国军事政府针对外国是一个好事的政府 你要承认我们前面有讲 哇这一大堆的战争都跟美国军事政府有关系 全球只要哪里有战争 我就说就有美国军事政府 我跟你说真的 就我对美国的了解 我们现在近代这100年来 所有的战争 几乎都有美国军事政府参与在里面 多跟少 所以你看看 美国军事政府针对外国是一个好事的政府是不是 你看他很爱跟他插不着 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美军 那美国历史上的 内战1776年到1783年的独立战争 1864年到1864年的南北战争最有名 美国并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内战过也不怕内战 美国民兵建立的政府真的是战斗民主 美国的枪弹除量是世界的一半 美国政府他的本体为什么是一个军事政府 那跟他的人民有关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是由人民把枪拿起来 去建立的政府 所以他是由美国民兵 他转成为正规军的 所以外公一般的美国军人他先是民兵 你要承认他是个民兵他本来就是 因为他本来就很向往当军人的人民 所以他就是民兵 所以外公美国军人在美国人民的形象地位都是很高 他们也愿意把比较最好的子弟送去当军人 所以在美国里面他有一群贵族其实是军人 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来论美国真的有贵族他是军人 除了军人以外 大概其他我觉得都好像不是 所以你说美国军事政府的权力会这么大 是因为民兵的关系 因为他们的人民就认为说我们的权力 所以我们人民要自己来捍卫 那我们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政府保护我们人民 这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所以美国军事政府就是保障美国国家安全 包含对内跟对外 对外公只要美国这个国家遇上国家安全 他国就是国内的问题还是国外的问题 引发的重大问题 美国军事政府一定会出手 我跟你说他早晚一定会出手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要对美国整个政府的架构 如果你要非常了解 还有他的历史 你要了解 那你才知道有一个美国军事政府 你看他的身份证 背后就是USNG TCG 但我对美国政府还有美国政府历史的了解 你真的有一个USNG 真的是有 只是这个USNG都躲 他都躲在美国民政府的后面 他的后台 你像蓬佩奥就好 他一定是军事长官 一定是美国军事政府的人 然后他又兼什么 兼民政长官 又兼国务院 那个我一看就是军方的贵族 那个我一看就是他是军方的贵族 的其中一位 那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他是真的是战斗民主 全球如果有一个战斗民主 他一定是美国 那是他的传统 他有一个就是人民 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 他觉得当军人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 是一件很有荣誉的事情 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有遇过几个 就是从美国来的朋友 他们很年轻 他们19岁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他就来台湾 然后像那个摩门教 他们就很爱骑脚踏车 然后两个男男的 然后跟你 就是跟你传福音的 因为我有一段期间 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跟他们一起读圣经的 我有跟他们大概两三个月 在土成这个摩门教 我有跟他们相处过一段期间 大概两个月三个月 因为他们来约我 说好 那我们就稍微一阵时间 那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 然后我就问他们 那你们回国之后 因为他说他们来台湾是做短期宣教 大概一年两年他们就要回去了 然后我问他说那你回美国要干嘛 他不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就是我回美国想要当战斗机的驾驶 他就当面跟我讲 他们不会撒谎 他们就真的说我最内心的期盼 就是当美国的战斗机的飞行员 真的他就这样跟我讲 大概十五年前的事情 他说我们回国 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比我小 如果他们回国顺利 现在应该已经去军官了 应该都已经差不多 应该已经快少校了 他们说他们回国的第一志愿 就是要加入美国军法 十九岁 十九岁的孩子 我那个时候二五 我大概大他六岁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说他的眼睛有点问题 然后要当的时候 他好像要去回美国做手术 因为他说那个势力做矫正之后 他才可以当美国 因为他的势力好像没有过 我就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然后跟那个其他的 就是我跟他好几个谈 他们真的都把军方 如果说未来可以去参加美国军方 当成前三志愿 所以你看看 参加军队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 是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 这个倒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美国的军人 所以美国的军人 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形象算好的 算很好的 而且他们也愿意把最好的孩子送到军方去 他们觉得这是我们家的光 我们家可以你看我们有人参军 我记得好像加入美国军队的家庭 好像外面可以插不到什么那个情节 就是好像荣誉家庭这样 所以参加美国军方是美国人民最向往 然后他的地位是最高的 反正那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军事传统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也是蛮好战的 只要有战争 他们就把人派到那边去 当观察员也好 反正他就是要观摩看你们怎么 那美国民 美国民兵与美国军事政府是个不怕斗的战斗民主 近期的美国选举窃国问题 美国民兵与美国军事政府是这样的好事 我们认为 我们该认为他是塑胶做的 还是吃草的牛羊任人宰割 因此 美国军事政府极有可能于近期清除内忧外患 美国军政府定罪需要犯罪 美国军政府定罪需要犯罪 辞政目以成舟关门放狗 这个是我要讲的 你要想一个问题 美国军事政府这么好事 全球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 他妈都跟他有关系啊 我讲实在话 你来好好去了解这段历史 哪一场战争跟美军没有关系的 多跟少啊 他那个外人的战争每一场都参加 他们家的家务事他不会参加 那有鬼 他嘴巴一定说不要不要不要 实际上都在做 你知道意思吗 我就对他们摸的有熟 对啦 他们不会说把美国放而已 不可能的啦 人家军方他一定会讲话 而且你有 你现在有什么东西 美国军方他验不到的 你说真的在做票 我跟你说 美国军方都查得出来啊 他只要跟不要 但是我跟你讲啊 你看 最近连彭斯就好 他应该反对了 结果前天他没有反对 全部都出来了 所有犯罪事政全部都全部都出来 都坐实啊 拜登现在名义上成为美国总统 未来的美国名义上 国会已经通过了啊 那都是犯罪事政呢 你让一个强盗犯 一个诈骗犯 你未来要去当美国总统 去当三军统帅 你现在美国军事政府你的脸要往哪 你要往哪一边摆 你要往哪边割啊 真不要脸啊 你又真的让那种去当美国总统 你这 美国军事政府你的帮我 我不会骗 你脸要往哪边割啊 所以我跟你说哦 如果这种情形哦 照我对美国军方的理解 他嘴巴说不要不要不要用 他一定最后干涉啦 我不会骗啦 他们家你看看 美国军事政府 那每一样战争 他妈的大大小小 全部都参加啦 哪一样没有美军 台湾没有美军 你要信 你要信 国共内战没有美军 你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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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样战争都有美军啦 哦 人家的战争 他每个都参加到满 参加到爆 对不对 他自己国内的国 国家安全他不会参加 他会行政中立 你要相信 你相信有鬼 美国政府的本体 他的 他的钢架就是军事政府 那你认为他不会参加 他整个政府都要被窃选 你说美国军事政府他都不会讲话的 他属家座的 还是那些牛羊要在那边吃草 他是这么疏的 拜托 你们放心 照我对他们的理解 对美国军事政府的理解 他们一定会参加 只是用某一种形式在参加而已 那你就看着办 应该有 他那个犯罪事政都有了 因为 美国金方他有个传统 他也从来不诬赖的 他就认为是个嫌疑犯而已 但是现在都做起了 拜登一定不用 美国国会说这个是美国总统 好 犯罪事政全满 所有的意图 所有的实证都有了 我们没有诬赖你 如果美国军方开始抓人 这个也没有意外 因为整个证据都有了 你说他 选票在确显 美国军方会不知道 不可能 照我对美国军方的了解 他们一定知道 他们一定知道 所以你们放心 现在就是这个 他们在打扫 美国总统和军方 现在正在打扫 美国军事政府将重返亚太 来我们来看一个 他是不是要回来了 我跟你说 你如果在美国本土的军事政府 一旦启动 这把火一定烧毁在亚洲 一定烧来我们家 照我对他的理由 然后他 然后他会讲一个国家照中共 我现在美国今天变成这样 什么人给他害中共 对啊 对啊 跟我们讲的 军有头 债有主 那你在认为美国今天变成这样子 那他不用找一个债主 他的债主到底是谁帮他弄的 那你以后美国军方都不知道 他们都受加做 所以我说很多事情 不知道人像这样 他绝对会出手 然后我说美国军事政府 将重返亚太 资料来 资料来 你就看一个就好 你如果看一只狗 狗 站在那边飞 你就想要有人要接近他 那个狗的声音可以听得很远 一只狗照我的了解 我跟你说 你在200公尺 你的动静大一点 在跑步 他就听得到你的声音 200公尺 那个你在跑步 那个稍微在跑 在走 那个地会震 200公尺他就听到 你如果正常走路是100公尺 他的耳朵就听到 他还在睡觉 他就听到 他的耳朵特别的灵敏 在很远的地方 你还没有过来说 他其实就知道了 因为他听得到 那我问一个问题 USMG 美国军事政府要回来 我们亚洲第一个 谁会听到 那个对他最有关心的人 谁 对他最有关心 我们来看谁 对美国军事政府最有关心的 那一定是他最主要的敌人 你知道吗 最主要的对手 他才会关心他的状态谁 你看 你就看一个人就好 叫做习近平 习近平主席下令军队 随时准备战争 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谁要打他 你那看中国今天谁要打他 你就 其实你现在看不出来 风平浪静 可是他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 我跟你说这就是人家习近平他们厉害的地方 你要记得习近平是军委主席 他拥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最高的机率 是你不知道 就跟那只狗一样 两三百公尺的时候他就听到声音了 他们早知道了 所以他他就他就讲什么 中国国家 这是前两天才发的消息 前两三天的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军队继续进程战争准备 和随时准备战争有没有 这不是我讲的 我讲的没有用 那是习近平讲 你看你要战争的准备有没有 随时准备战争有没有 那只狗一样 你看三百公尺就听到USMG要回来 你看到吗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导 中央军委会主席习近平说 军方应大幅度增加技术使用 加强前线训练 习近平称现代化技术是有效战争的核心 并命令军方探索军事行动中增加高科技的方法 习近平表示军队士兵和指挥官应保持战争精神 不怕坚固和牺牲 南罗早报报导消息说 与先前的讲话不同 习近平本次与台湾和印度等边境紧张局势 一到谈及前线一指 那我们就讲一个结论 警察出现的现刑犯通常是最紧张的叫一下 我问你 谁看到警察出现的会紧张 现刑犯 你知道吗 你看到习近平为什么会叫 因为有人要回来 所以他就在那里 你看你的准备要备战 准备要战争 他怎么知道 台湾 其实我们台湾跟日本也不可能去打中国 你说 印度主动要打中国也不太可能 那他为什么随时准备战争 谁还敢打他 对不对 那他一定是在两三百公尺外 人家就听到声音了 那我们路人是 心情是坐闭上关 关烟花热闹 美国军事政府 USMG将冲完亚太 所以他现在在背 有没有 有没有 你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天都在那背 他说什么 美国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有没有 每天就你说美国帝国主义 你知道什么 他去侵略别人都没算 别人 别人 别人如果要讨一个公道 他说美国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你看到没有 最不要脸的是中国人 所以 习近平为什么知道 其实他都知道了 我告诉你 他有很多事情 他们都提早我们三个月半 你就知道了 那你都不知道 所以 我们之前就在讲 USMG要回来 结果谁跟我们证明 习近平 习近平在背 有 这两天又在背 你又知道 这真的 继续进行战争准备 随时准备战争 有没有 习近平下的命令 他知道了 因为他掌握所有情报 他在美国那边也有人 他是不是证明 USMG要动手 他想要回来 回来我们亚洲了 回来第一站一定台湾 AID会转型成为USMG 台湾政府 所以 你从这一边 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些现象 美国军事政府真的要动 真的要动 现在就让你看一下 什么是美国军事政府 所以我跟你介绍一下 美国军事政府 那你就真的了解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深层政府 实际上是美国军事政府 你记得美国政府 他的外表是民政 就是行政立法 背后是军方 我跟你说 军方在掌权 那今天就到这里 你们看着办 最近我觉得美国军方会出手 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挤满 所有的条件 所有的要件 我看全部都挤满 照我对美国政府 他们的历史 还有架构的了解 他们最近应该会动手 你看看 美国政府都讲了那么好事 他什么战争都参加了 他们自己的问题 不会解决吗 美国军方不会讲话吗 你认为美国军方 是牛是羊 在那边吃草 你信吗 看着办 我 照我对一般 美国军方的了解 美国军事政府的了解 他们会有他们的意思 他们会有他们的意思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你们看着办 一定有 谢谢各位